响应111书醒日还包括这一群年轻人 在花莲4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慈亲同学齐聚一堂 不只互相切磋各自在学校里头推动蔬食环保的经验 也邀请学长姐回来分享全球观 同时反省自己的生活要回归简朴以及发挥善的力量 面对全球四大不条 不论天灾人祸都有许多人正在苦难中求生活 让一共14个国家的慈亲 不只一起呼吁111世界书醒日 也重新检视自己的生活 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道理我们都懂了 只是我们每次说从知道到做到 是一个一面之间 而且那一面是非常非常的难 两天的课程听法文法 也由慈亲学长分享无量一经 十功德品的道理 慈亲更不忘要将受用的法做成笔记 每一次遇到不好的事情 就是不要去想更多不好的事情 就是把佛说的话就放在心里面 然后虽然我不是佛教 可是我就是从这一点也可以学习很多 好 我觉得翻展 好 我们要呈现宛佛的慈悲跟智慧 两位慈亲也学佛心仪 将理佛错误的动作改正如归如遗 用身体将法力行出来 其实学佛就是也要有一份攻击的心 还有平静的心 我觉得就是当你做错了 别人笑你 你也很紧张 其实学佛就是要先把心静下来才能学到的东西 全球此清日 四百多位年轻学子也在静思堂参与绕佛绕法 希望透过庄严的仪式重新坚定自己的道心 并以清静的心跨越各种困难 大家新闻正常美志工花莲综合报道